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白龍雪 白同學今天要來分享什麼課程 就是我的助理這台 賓士W210 這台老賓他的引擎機油保養旅程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要來示範如何DIY更換機油 還有DIY更換機油濾訊這個動作 分享給同學 然後白龍雪在DIY的話 都是用搓油的方式 已經搓很多年了 自己的經驗是覺得說 搓油事實上搓的話也蠻乾淨的 我們就是把這個經驗也是拍成影片分享給同學 廢話不多搓 一起散過去囉 來 首先的話我們就是 也是一樣這一支把它拿過來 然後由此拉起來 拉起來的時候 這樣把它搓得比較乾淨 先把它放著 然後放進去 從這裡怎樣 1 2 3 幹進去啦 我的幹就是差的意思不要誤會了 也是到底 齁 再拉上來一點點 它這樣搓比較不會 那個什麼 搓到速真空 然後開始了 開始這樣壓壓壓壓 然後這個我記得 我助理這一台 它應該是8罐 但是你裡面機油 沒有辦法一次全部把它抽乾淨 我這個是 6公升的 如果等一下抽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另外把它倒掉再抽 因為這個引擎 它裡面的容積 裝的機油就是比較大 跟那個一般 我的老V那個直六的不一樣 你先去比較特殊的同學 來這裡 你抽出來的話 你那個機油品質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大部分出來的時候 都很黑 很黑不代表它就是不能用 但是因為 里程數 我們自己知道 就是 白龍學也是示範這個動作 你看 然後這個 抽到這裡的時間 我們就是用跳接的 等一下再來拍 然後這個等待過程 我們先來 看一下這個機油心 機油心的話 它裡面 它有分那個直的 這樣看 鏡頭會太黑 不會 好 我們盡量不跳接 這個有分 白色的話 它就是高流量的 一般如果說 我們去買的話 紫類的就是做的 它就是一般的做 不用說 賓士好像做這個 高流量比較多 還有那個 BMW如果說是M43的 那種機油綠心 是細細長長 BOSE的 它好像原廠有出這個 一般直六的話 我目前好像沒有看到直六 有出這個 M52 M54的 如果同學有知道的話 跟我講一下 我會想用 這種就是高流量 它在過油 速度會比較快 裡面當然就是 有這些油封面 是要把它換上去 然後機油的話 大概就 1234 我數一下 12345678 因為 大概 沒有辦法抽到 8公升 我們大概是先加7.5進去 原則上 機油 用什麼番號 你就是要看你的車自己下去配 你也不要去 白龍學問說 你是用什麼 因為我們 適用的 我們的車領適用的 不見得對你就適用 你就是 如果有DI 你就自己去嘗試一些 比較大平白的機油 你自己去 摸索一下 基本上 比較大平白的機油 它都有一定的口碑 但是 前提就不要買到那個 加油就對了 還是說 你如果沒有DIL2 讓保廠用的話 至少它幫你 換機油 有個保固 就這樣 來 抽的差不多了 來啦 這個 等待時間 我們來 解剖一下 那種 什麼 有高流量的濾芯 你看 你看 你看多髒 我那個特寫的同學 看 來 同學看一下特寫 你看 所以這個 機油濾芯 有的說 那個 兩次機油換一次 拜託 不要這樣算 這個一顆沒多少錢 這個 你就是 定期機油換 就要換掉 要不然它那個髒東西 都卡在裡面的話 你那個機油流速 就會變比較慢 它的量也不夠 透光力也變得慢 對啊 大概拍個效果給同學看吧 然後 它已經搓到六公升了 我們現在把它 這個先拔起來 先擦一擦 先用兩個空瓶把它倒過來 它倒的時候要小心喔 一二三 很久沒了 注意那個倒的時候跟我講 要不然我看不到喔 你 我看一下 喔 應該可以 大概一點點就好了 好 沒關係 要不然怕 讓它卸出來 喔 你看黑到 你那個特寫的 管頂漏斗這裡 拍得到嗎 很黑的齁 好 差不多了 好 可以再戳就好了 好 然後 這個蓋子把它蓋上去 才不會不小心去踢倒啦 倒到一公升而已 沒差 差不多要搞 好 幹進去 幹到底 好 再開始 然後一般 雞油已經大概戳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 我以前把那個雞油先把它放鬆 它上面那個 有真空戳的時候那個油才會全部掉下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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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盡量瞧那個角度 喔 OK齁 那我是用 這個好像跟M43的一樣 你也是逆時鐘方向 要記得 1 2 3 怎麼辦 喔 你娘這拍R 這個在R別人的車都不幹R太大力了 這個掛先拉起來 喔 這個掛先拉起來 這個在拉的時候就是直接 往上拉 阿因為我怕把它拉斷住 你就自己改拉 就這樣子 阿在搓有時候 車子要先去開動 讓它燙燙 所以在操別人的老婆會超不習慣 要先試運一下車況 快拉起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準備一個這個 套在那個抓奶龍爪走進去抓 這個燙燙 好來 特色喔 1 2 3 頭的肉圓包一顆 你娘叫病 肉圓包一顆 好 拉出來 喔 它這個 賓士的這支LP比較長 來 來 這裡比較漂亮 拍個特色給同學看吧 欸 它這支是怎樣 它就直接這樣拉出來 是不是 這個跟我們那個車不一樣 阿它 這裡做那個 欸 你做那麼真幹嘛 阿 然後我們就是把那個 新的飢餓濾心套上去 阿基本上齁 套的時候它也沒有分方向 喔 是一般 習慣那個製朝上掛它 就這樣 1 2 3 把它幹進去 第一次都比較緊 然後 這個部分 我用手拉看看 欸可以耶 來你那個比較特色 把同學看著 我們現在要換那個 裡面 這個O型環 好 因為我助理它 不好意思入鏡 所以白同學 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換這種東西 阿第一次換 操作給同學看還不錯啦 對阿 阿你這個 你買的O型環 也是都換嘛 這我拿一個東西來換 等一下喔 這個 要換的時候 它那個程序是 拆掉 換那個O型環 會比較好換 我去找一下 同學看著 這個大小條 你們就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 助理它自己的車 讓它操作 自己老婆 自己怎樣 自己操作 阿爸同學在拍這個影片 是盡量 就是不剪接啦 讓同學 看一下比較清楚 阿因為剛好有兩個人 這樣拍 就不用在那邊一直跳進 很方便 手要很小心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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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的 咦 它全部怎麼搞四條 一條雞 一條雞的嘛 它做這個 這支LP很大 就看得很想叫 然後機油心 再把它幹進去 所以剛開始第一次DIY就會比較不熟 好 來 開始 來 然後你 安裝之前你可以拆下來看裡面的小穴 裡面如果有一些殘有是可以吸一吸 或是順便把它清乾淨 好 開始安裝了 助理把它怎樣 一二三 幹進去啦 今天陽光太大在拍不太好拍 你現在大概安就好了 然後給石頭就這樣裝上去 我盡量把它拍特寫 所以有時候在拍這個DIY影片 天氣也是很重要的 光線不能太強不能太弱 你就大概安 一般那個直六的引擎 BMW它是寫25磅 這個應該都差不多啦 就大概緊的話它不會漏油就好了 我盡量把那個鏡頭控準一點 我盡量把那個鏡頭控準一點 好 安就好 然後那個 管定那個零配要裝上去的嗎 還是等一下 來啦 我這沒辦法出事 陽光太強就在這裡拍 欸 對 然後那個 這個是我以前那個 POWERU的那個蓋子 可以當那個漏斗 封口 封口拆起來 封口拆起來 所以 有的機油 它沒有封口 就覺得很奇怪 有的有的沒有 黃金透明色 對阿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在更換機油的時候 DIY這個加油的時候 下去最爽啊 因為等一下大概要 那個加八罐喔 我就是用跳街的 大概給同學看一下 今天陽光太強了 我們要怎麼煮熟 這個煮熟很拍攝 太浪漫了 好 我們要怎麼煮熟 今天這個煮熟真好耶 對啊 好啦 大概就這樣子 等一下就直接跳到最後一瓶啦 最後一瓶啦 最後一瓶啦 也是一樣 像尿尿一樣 把它尿下去 晶瑩剔透了 好像戰鳥 好 好了就拿起來 然後 那個 那個 零配阿 這個零配阿 護板就把它卡上去啦 蓋好 然後雞油蓋蓋上去 這樣就完成 然後現在把它看那個雞油量裡面 看有沒有到那個標準值 把它揉起來 我盡量去打開一下 我盡量去打開一下 這個燈光太亮了 也是很麻煩 看這樣 看不太有 太光了 沒關係 好 就大概 你三四個字比較多 這裡啦 反正大概 八罐的話就是到這邊 好 放進去 它就發動了 好 助理麻煩一下吧 來 1 2 3 發動 你看 然後有過去的時候 聲音就不見了 你看 是不是聲音就變小了 對啊 這樣就是那個 DIY的 換雞油程序 就成功了 雞油換好 所以我們來示範一下 如何歸零 把電門打開至紅火 這個零 連續按兩下 有沒有 關電門 再來 把這個零 按住喔 開電門 保持不放 等待十秒 它就會逼一聲了 表示歸零成功 它會顯示 有沒有 對啊 一萬公里再換油 逼一聲 OK了 這樣就歸零成功了 好了 謝謝 然後我們剩下雞油 可以把它倒進去 然後去那個保養廠 或者是那個回收的地方回收 然後 這個把它倒下去 這個我大概帶個動作給同學看就好了 這個倒的時候要注意 要不然會 一下子會滿出來 人家說 嚇太多 麻糬 大概就這樣子 把它倒滿 鎖上就好啦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 所示範的這個 冰式 WA0 老冰更換雞油 跟雞油力薰這個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今天會做 趕快來轉 我是覺得說 因為自己鎖的話成本算是非常低 那里程度是盡量不要拖 尤其是這種老冰跟老米 它那個 你如果說太久沒有換雞油的話 它那個氣門間隙 是用那個油壓頂桿 自己下去調整的 你如果說雞油品質太差 或者是那個油擬卡太多的話 那個間隙在跑的那個行程 就是會稍微有誤差 那剛才說就是會出現一些明顯的 焦車之類的 啊車子開起來 也是會比較沒有力 這個是白龍學尊獎給同學的APA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 訂閱白龍學第二教室 掰掰